今天做一个鸡蛋的另类吃法 准备12个鸡蛋 先取一个 找到鸡蛋大头的位置 用勺子 轻轻地将蛋壳敲碎 蛋壳出现细小的粒纹之后 用手包开 直径大概在1.5到2厘米 保证能把蛋液倒出来 如果蛋黄破裂 也是没有关系的 准备一大碗清水 把蛋壳轻轻地冲洗一下 剩余的蛋液和表面的灰尘 都清洗干净 放在一旁控干水分 开始打散蛋液 搅拌的时间长一点 搅到表面出现细密的泡沫 确保蛋液充分搅匀 6块的食用碱面 倒入两勺左右的清水 充分地融化 倒入鸡蛋液中 继续搅拌 直到蛋液变色 胡萝卜一根切成厚一点的片 用勺子和模具 把中间的芯去掉 将蛋液倒在蛋壳中 大概装到8分满 给鸡蛋膨胀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用胡萝卜当底做保证平稳 或者用土豆代替也可以 上锅蒸20分钟 青椒一根巨头 一份为二 去辣椒籽 切成块 我得尝一根 先斜刀切 再切成菱形片 紫皮洋葱 黄皮洋葱 切成大块 配菜都可以随意更换 只要你爱吃就可以 吃蛋蒸好之后 放凉 皮轻轻地一包就掉了 到这里就可以直接食用 或者是接着切成片 再继续上加工一下 锅中加油 放入辣椒炒香 倒入食蛋翻炒 接着放入喜欢的配菜 炒到断生 放入生抽和盐调味 炒熟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多放点辣椒 吃起来超级过瘾 很多烧烤摊中都有 今天自己在家做 味道也是很棒 先来无事试一试 我们下期再见 ellTOR 接下来 炒熟 螀 好的 炒熟 炒熟 工 工